近几年极端气候干旱好与平凡交替 也造成了农民耕作困难对农业影响甚至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近日就在小组长会议上 说明了相关管路灌溉系统 以及蓄水池等设施申请的申办流程 来提供农民申请补助 会调节农业耕作所需的用水 避免经常缺水问题影响作物的收成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近日就在小组长及班长联席会议中 说明了管路灌溉设施的申请条件与补助的方案 而且你是从事农作生产的土地 然后你是自然的不是什么蔬果啊农器面这种的话 基本上都是已经符合我们第一阶段的申请资格 那同时会中也其实宣导我们农田水利署 的一个扩大灌溉服务的记者会 那也针对我们的灌溉更新改善 以及我们的一些管理的维护 同步做一个宣导 农民如有需求可以提出申请补助蓄水设施 不过仍有排外条款 包括槟榔老花老业等政府不鼓励的作物 以及超限利用的山坡地 租地造林的区域以及行水区 则是不予补助 申请可向农水属各地的工作站受理人员 申请相关的流程以及资料 记者凌杰 收风箱采访报道